本日的議程是由衛生局、環境保護局進行業務報告及議員執行 首先向大會座以下的報告 請衛生與環保局長分別介紹所屬人員及業務報告 每集的業務報告時間為10分鐘 總共20分鐘 依據台南市議會議員執行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業務執行時各該委員會議員優先第一輪執行 時間經為10分鐘 第二輪則不分委員會 依議員登記順序執行 該委員會議員之執行時間為10分鐘 非該委員會議員執行時間為5分鐘 如該委員會議員於第二輪執行時到場 主席應讓該議員優先以下一位執行時間為10分鐘 第三輪以後 依登記順序 每一位議員執行時間經為10分鐘 好 報告完畢 我們請衛生局長先進行業務報告 今天主席莊議員會議員的先進還有媒體的好朋友 我在月報告以前我們請介紹先叫我一位同仁 第一個是我們林畢芬林副局長 第二個是我們黃文正黃副局長 第三位是汪群超主祕 第四位是綜合企劃科的陳建香科長 下一位是我們國建科的陳淑娟科長 接下來是新建科的陳岳燕科長 那從這邊是會計室的吳復華主任 疑似科的韓佩萱科長 疾病管制科的蔡林山科長 食品藥物管理科的許惠美科長 稽查科的林美良科長 還有我們檢驗科的李寅林科長 還有民宿室的陳明旭主任 還有人事室的張松盛主任 跟鄭峰室的莊淑廷主任 那衛生局的報告第一個在有關乙傳染病防治部分 那我們落實肺接核相關的防治 那對一些困難的個案會做一些專案的討論會 那至於藥營者艾滋減害部分 我們會到監所去做一些輔導跟宣傳 那也會做一些清潔減害的運動 那至於有關腸病毒 我們目前重症的通報有五位 那確診有一位 那我們對一些幼兒所已經做完了相關的一個訓練 那流感雖然已經進入了淡季 不過我們去年有確診的239位 那也呼應中央工會流感疫苗的注射 這服用 那我們總共有222家的診所來幫忙 那至於MERS-COVID 就是中東呼吸道冠狀病毒感染的部分 那雖然去年有一些傳說 不過目前台灣並沒有確診的病例 那至於我們相關的機場 我們也做MERS-COVID相關防疫的演練 那至於登革二部分 我想去年我們台南市經過一個非常慘動的一役 那我們今年就提早啟動 那在1月4號的時候呢 我們市長就開了所謂的登革二房子的策略的記者會 那也邀請我們的顧問和協助 那我們做成兩大目標八大原則 那這些原則跟做法呢 我們也在這個區裡做談會做一個宣導 那至於1月26號我們衛生局也針對相關的訓練 總共103人參加 那因為登革二跟資卡病毒整個傳染途徑都很像 所以我們今年的2月5號也在台南航空站 做資卡病毒的相關防治的宣導 那至於醫療人員部分呢 我們在2月27號 那也給這些醫療院所跟婦產科醫師呢 做一些登革二跟資卡病毒的相關的這個宣導的部分 那這是有關於這個傳染病的部分 那接下來 至於我們在各區的區裡做談會 目前也辦了12場有22的行政區 那讓區長離早了解我們這個登革二相關防治 今年要如何做 那我們也完成了這個桌上的這個演練 那至於一些快篩市值 我們現在有備了1萬多劑 那也發放到95家的這個醫療院所 那我們也邀請了美國疾病管理署謝博士 在我們期美院針對比較高階的部分 那做一些資卡病毒的一些探討 那至於我們病美文的這個檢查的負數 跟陽性容器可以看出來 那不論是去年或前年 只要每100個容器找到有積水容器 幾乎差不多會有8%左右 就是100個裡面會有8分之1會有這個陽性容器 所以我想這個民眾尋道清刷的習慣 我們還要再繼續加強去做審討 那至於我們台南市自己的登革二防治中心呢 已經在上個禮拜就4月20號我們已經接牌 那中央也在我們台南有一個 這個國家級的文美中心的這個接牌儀式 那也實在兩天以後就是4月22號 那第二道像是有關於國民健康的部分 我們會落實做四大一陣的篩檢 那做一些冤害的防治的一些檢查 那也對於早取療育一些新生兒 或者什麼幼兒整個發展食環的部分 我們發現以後做一些轉介 那六十六歲張的假牙的裝飾 我想獲得市民很大的一些肯定 我們也要持續去做相當的一個宣導跟整個執行 那我們也對生活的這些功能的提升 我們也做一個定量的分析 那另外我們做一個減重的動作 也落實所謂每週一日的舒適日 那感謝中石化我們中央繼續經會說 我們要持續做一個服務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這個上班時間的門診 開了十個門診來提供我們這個中石化 三個離著這居民的一些保護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那至於他的本身 如果這些高濃度的人的居民 他有開刀的時候 我們會予以補助 那至於我們的新住民的部分 那萬一他還沒有納入健保以前 他產前檢查 我們也會做一個協助 那他居家安全 我們也會做一些輔導 那第三項是有關醫療服務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醫療這個機關的管理 那也提高我們這個緊急醫療的相關的品質 那我們感謝有23家的醫療院所 50家診所 37家衛生所 對於身心障礙者 他是免收掛費 那也幫我們市民省了不少的錢 那他如果需要醫療輔助的補助 我們會予以這個協助 那為了我們遠距醫療照護的部分 因為跟廠商之間有一些問題 目前是暫停當中 那我們也落實觀光醫療 大部分是到大陸或是日本 去做行銷我們台南市的高階健檢 醫學美容 或一些牙齒的一些服務 那第四大項是有關心理健康部分 我們對精神病人的緊急送醫 或社區巡迴醫療 或一些這個介護送醫的部分 我們會持續去做下去 當然正源頭的 我們要希望對我們民眾的 心理的促進是更重要 所以呢有一些 不管是藥因者高危險自殺 或者是家暴性侵 我們一些處遇 我們會持續進行 那第五大項是有關食品安全部分 我們對一些餐飲業者 我們會予以這些協助 希望能夠落實相關的一些政策 那我想整個不管是如何的去做 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市民的支持 跟議會的督導 那我們希望持續呢 能夠把這個相關的這個政策 好好去做下去 那也希望就是說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衛生局會提供 比較主動的一個服務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局長 你要不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衛生局的團隊同仁 好 剛才已經有 已經介紹 好 對不起 來 那個我們環保局 我們局長 好 請用報告 謝謝 大會主席 莊議員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大家早 我是環保局 我首先先介紹環保局的各位主管 首先是林建山林副局長 王睿恩 仁秘書 陳四張科長 還有我們陳信芬科長 還有水科 林文斌科長 一般廢管科 秋科長 還有我們四廢科 魚科長 土壤科 洋科長 還有我們一般科 翁科長 還有李美龍 李科長 還有我們行政室主任 還有我們會計室主任 李主任 還有我們人事室 徐主任 我們的鄭峰是元代主任 對不起 有點感冒 接下來我就就環保局的工作業務報告 折藥報告 首先環保局有總共八大項業務 在第一大項的綜合規劃的部分 這個部分 詳細的部分 請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參考資料 我就折藥的部分就是 104年 我們總共申請工商登記 達到388件 重點放在全民生活教育的部分 在104年 總共從3月到12月 我們總共結合了素股文化基金 中華民國歡迎保護協會 還有昆山科大 台南科大等等 來共同辦理的不同場次的 環境教育的場子 那另外我們在12月也結合了 生活美學館跟真理大學 辦了兩場的一個教育課程規劃 及申報教學說明會 這個就是這個種子培育員 種子培育的重要的一個工作會議 那另外這個協助辦理社區環境改造 環保小學堂推廣 及社區資源調查計畫的部分 用環保署所補助的環保教育基金 來協助這些團體 能夠成立相關的這個訓練的 一個調查的一個內容 那另外接下來我報告這個 有關空屋及噪音管理 那空屋及噪音管理呢 在104年的成果上 空屋噪音得到特優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台南市 這個104年的這個空屋的這個績效 從我們一般的綠色的比較高好的等級的 從65.8%提升到74.2% 那比較紅色以上的部分呢 從3.3%下降到2.6% 這個在以如果以全國的這個水準來看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績效 當然這個也是要靠各團隊 市府的各團隊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來做PM2.5的減量 才有這樣的成果 那另外在固定污染源及營建工地 及移動污染源都有不同的計畫在執行 那加強洗掃節的工作 這個部分詳細內容 請各位議員理事先生參考我們的資料 那 這裡面有兩個重點跟大家報告 就是環保局現在加強紙錢減量作業 已經從紙錢集中燒推廣到以供代金 那以供代金去年總共大概在60幾萬 那今年呢環保局跟民政局合作之下 我們一個清明節 就是4月份的清明節 我們以供代金就收到了一百零幾萬 那結合所有的社福團體呢 在我們這個清明掃墓的時候 在當地設點 這個作用非常的好 而且民政局把所有的點的爐全部封掉 因為在現場如果有爐的話 它一燒就會產生PM2.5這樣的一個污染 那這個部分跟各位委員做報告 那 另外這個低碳程式工作 我們首先創台灣之先 建立了台南市的首先的一個 就是先清算我們台南市總共的低碳的減量 那目前為止我們台南市總減碳量 每年達到16.7萬公噸 這個目前持續有定計畫在做 那因為溫檢法已經通過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針對台南市的工業單位 開始做普查 那了解以後 經過工業單位的努力 主動提報如何減碳的工作 那另外推動工有建築節能示範 我們現在所有市府的工程 建築物至少都要在營集以上 就是所謂立建築在營集以上 所有露天的工程 所有的露天的地方全部都要鋪稻草坯 這個就是減少陽城的這個陽城的一個現象 這個確實能夠保住我們台南市空氣品質 可以再降低一層 就是說當我們的嘉義附近是紅色的時候 紅色等級的時候 我們台南市透過這些努力 可以達到變成是中等級 這樣的一個工作的一個目標 那另外在水體的部分 我們水污染科最主要就是結合環檢景結盟 這個適時的對不守法的工廠提出犯罪打擊 去年有很好的一個績效 也獲得環保署的肯定 得到全國第一優等 那詳細資料再請各位委員參閱 那另外在這個一般廢棄物管理的部分 我們目前的回收率47.12% 那經過這幾年來其實已經達到一個瓶頸 那今年我們首先開創 六都開始執行破代檢查 破代檢查 那從4月1號執行破代檢查以後 我們的這個如果就破代檢查的一個情形 我們從第一週不合格率4成 到這一週大概4月份的最後一週 不合格率已經降到1成5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是在宣導期就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奇效 我相信這個市民慢慢都會受到這個一個現場破代檢查以後 他得到相關的知識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都透過里長 還有相關的公所發放單張的紙條 單張的宣導送到每一戶的信箱 那另外我們也透過區公所做宣導 那另外也透過報章雜誌都有做宣導 那這個部分民眾不清楚的地方 還是會打電話 我們也會提供最佳的服務 那另外土壤污染的部分 土壤污染我們104年 我們解除了土壤地下水污染藏子共8處 這個8處就代表了說 我們很努力的去跟地主協商 希望他能夠主動的 提出土壤的解除的污染的一個努力 就是他願意把錢拿出來 然後我們用協助的方式來協助他 土壤是拿來用的 土壤不是拿來在那邊禁止使用 所以共有8處的地主 地主都願意來配合 那另外在解除非法氣質列管藏子的 有6處 那這個6處主要就是我們環保局的土壤科 主動的去針對這些氣質列管藏子 做強制改善 那強制改善在做之前 要做好相關所有的行政程序 譬如說要吹繳 要罰款 要通知他來處理 但是有的部分地主不理 但是我們依照法規的規定 我們編列經費來強制解除 強制這個 代處理來非法氣質列管藏子 共6處 其中4.3公頃左右 那另外 親近家園的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 共同跟衛生局合作 來清除燈隔熱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104年整個環保局都投入到這個燈隔熱的工作 我想這個人數我就不報告了 那另外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在趕進殺絕計畫 所以只要有個案 我們一定是在這個個案的200公尺之內 針對有可能的熱區或熱點 來加強相關的這個陽性容器的機查 那如果發現了我們一律告發 這個絕不寬戴 那最後一項就是機查檢驗的部分 機查檢驗以環保署的標準 希望我們這個街道陳情案件 應該要在三天內之間來處理 那經過統計104年本局的 平均時效處理每一個案件到達的時間 都是在30分鐘就可以到達 那當然這是平均啦 還有個案的關係 那以後我們會加強來努力 為民服務公共機查的部分 好 以上報告完畢 好 謝謝我們環保局局長 那以上我們衛生局 跟那個環保局的業務報告已經結束了 那現在請問我們本會的同仁 針對這兩局的業務 我們提出下面的質詢 謝謝 我們請那個差異會 差異議員針對 我請衛生局給我解釋一下 在100空四年11月17日 我們議員針對通過 我們今天食品安全管理知識條例 草案 然後台會有國際 然後 修正通過 因為廉合 聚賊小組成員 至少新增 7 人以上 並請以一個月內 把實行四責送本會備查 我請教林志cill Peng 對立法基督的態度到底是怎樣 今天幾月幾號啊 不然看到衛生局 把將來送來議會 你是黨做議會都是你們的副署單位 是怎樣 你不說來做什麼 我查證一下 因為我們的所有的 絕對會去查證我比較跟議會說 不然我不是自己滾開嗎 我知道 我查證這框也看不到 工作報告我要問他的內容 我個人覺得你們怎麼有副座的觀念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長務剛剛開聯合集團小組 我們成員有在增加 這個細節我們再看一下 你成員增加不過 台會既然你我記錄三國通過的法案 已經有跟你們副署 不是我講的喔 大家都同意你們修正通過 你們要經過大家討論完 我現在是在說你的心態 是感覺在我機構是你們的附屬機構 還是你們市長說有算是這樣 我想不是這樣子啦 不然為什麼不可以送來 你也相信我的做人啦 我跟你說 我們這個我們了解之後 你的做人跟我們還要檢討 本身不是只有衛生局一局啦 我沒有整個 不是這樣說啊 所有的局處 這個按你送的啊 是不對 所以我們會盡數 依照這個 好啦 市長 別說了 一開始就在看 你的工作報告 當時可以給我啦 你說什麼的工作報告 你今天工作報告要幫你問啊 你市民安全衛生管理條例 我要幫你問啊 你這個八查案裡面 四個有送來沒有啦 你待會我再黏一口給你聽啦 聯合機查小組 層也至少新增7人以上 不是在裡面調來調去喔 你假人假在哪裡啦 你這個事件四則 一國裡面要有本會才 你有送來沒有啦 我這個我要查一下不好意思 真的 今天開月三圳通過 11月份到前 前那6月份啊 你們75月份啊 你們在那邊再查一看 你是把議員當作什麼啦 我們我們是有跟議員提到所謂的統一財法 這個我們有在作業中 因為在法制出於有限 我現在沒有跟你講的嘛 其實你已經想到那裡有很多人 不然你也想到我一個公務的議員說 我有什麼困難喔 我比較慢 我們會盡速辦理啦 你把議員當作你們裡面是你們一個過年啦 不是啦不是這個這樣 沒有意思不是 你怎麼說我這樣 我們會盡速去辦理啦 因為目前的確還沒送到議會啦 是 沒有什麼 盡速辦理 每次你這次跟英語 後天再來辦公室 再跟英語說我盡速辦理 只有那些財法標準 我講兩回合 你也說盡速辦理 他也要盡速辦理 他也要盡速辦理 你怎麼會發題觀念嘛 你記位不是 你全國一個也不是多清潔的 其中也不是多清潔的 你怎麼會發題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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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行政機構的 心態醫生 心態法案的質疑 你怎麼會遵守啊 不然是 你跟我們當作關係 都是這樣的人 你不可以這樣 這麼久了 你也沒有派一個人來 跟議員說 到底因為我們這個小組裡面 怎樣怎樣 都沒有報到關門 各議過了 你在各議 這樣還對啦 你這個態度還對啦 你指向有困難 你要講嘛 我沒有議員沒那麼嚴嘛 可是你還尊重這個體責嘛 我們會加強溝通啦 不好意思 是 你說一個不好意思就過了 我算不知道 你今天把資料觀看 今年到什麼程度 有什麼困難 沒關係 我這次不治 我要等你的資料 你叫你裡面人 觀看來給我 我家也比較會治 好嗎 我要治你以前 一定要 保以前可以發病 主席 可以啦 市長有沒有辦法 下午 我查一下現在的進度啦 進度是知道啦 你給他想看看 你如果我都 沒有進度是會在中午以前給你啦 但是辦理了細節 可能要看一下 通過之後 告進你到底是有什麼困難 你也寬來看看好不好 好嗎 我把大事記整理一下啦 好 那個 好我們現在進入那個第一輪的質詢 第一位質詢 蔡淑惠議員時間10分鐘 請蔡議員質詢 謝謝主席 那個環保局長 環保局長 我們針對那個廢棄的那個傢俱 我們現在處理的那個流程有幾樣 廢棄的傢俱的傢俱 從收集還是說進到我們 我們的 我們環保局的方式 你就跟我說 一般民間 像我家裡要放一座沙發 要放一組那個儀儲 那我的廢棄傢俱怎麼處理 好 我們廢棄傢俱我們就是 一通電話半日內清除 半日內清除 禮拜一到禮拜五 對 每一天禮拜六禮拜天沒有 禮拜六禮拜天如果我們有機動組也是會清除 也會清除 我們會跟市民約好時間 所以我只要一通電話服務到家 是不是這樣子 而且半日之內我今天早上九點打 在今天的下午五點左右 一定會清除我家裡的廢棄傢俱 下午打如果我們來不及就明天早上中午12點以前 這是一般民間嘛 對 那我今天我到那個家具行買了一組新的衣櫥 那我要把我的舊衣櫥丟掉 我可不可以委託這個家具行幫我再離開我們家到我們環保局去 可以其實跟議員報告我們有跟家具工會 長期有約定好了 家具工會會放在我們全台南市大概有四個區的集合點 我們統一去收 家具公司家具行幫我再離開我們環保局指定的收集廠嗎 是不是這樣 對沒錯 我講這樣的兩個流程沒錯吧 沒錯 那你可不可以想一下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家具工會幫我們環保局做了很多的事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做了很多的事 是不是啦 就是共同合作啦 對啦 對共同合作 我今天加工 我如果是加工是新的因為環保局的刁難他沒有辦法再離場 我就要請環保局半日之內把我再離嘛 再離開我們我們的門口或我們的家嘛 我們要約定時間嘛 那我今天買了一個新的家具我可以請家具行 迅速把我再離去環保局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邏輯是不是可以感覺出來 我們那個家具工那個工會事實上幫我們環保局 做了很多 你們應該做的事 我這樣講沒錯吧 那我們看一下 你剛才說的 我們現在只剩下三個 掩埋區域的分配圖 分作 欺北 欺中 欺人 我們之前我們原來進場的有 仁德 永康 佳梨 麻豆 新化 新市 新營 現在我們環保局 只給三個點 只在 鹽水區 麻豆區 安南區 我請教一下 會有這樣的一個政策 不便民 還是我們環保局的人員減少了 我們的掩埋廠沒有辦法容納 家具行來自各方的那個買家的舊家具 所以我們才會做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改變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好跟一座報告 這裡面還有 仁德 也 開始收了啦 好 但是你們在4月12號做的工作報 你們做的你們說的那個說明會裡面 只提到三個點嘛 那就算好 你現在說仁德也有 那也變成八個變成四個啊 為什麼要減少 減少的理由是什麼 包括院員這個我們也有跟家具公會大家共同討論啦 那我們載運當然要以最 最 經濟的一個方式最有效率的方式啦 當然啦 那如果說這個 原來是八個的時候 有四個在後面 他並不是屬於非常多的啦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認為說那如果要儘快來處理那些 家具他達到一個量 所以我們後來跟家具公會開會我們副局長主持的 大家協商 然後大家也同意 那有四個 那他就 那他的 集中量就會很大 那 好壞可以立刻挑 那還可以用的我們就進長津閣 不能用的就進眼買廠 是這樣討論出來的 局長 你所謂的討論 我跟妳講家具公會是我們常在晚上 不敢講話啦 你跟我說的這個理由 這是為了我們環保叫的方便嘛 我集中管理我可以看到好到不好的要收到不收的 但是對家具公會那些抽象來說是不方便的啊 我今天可能賣一台藝圖在南區 我要拼去到南區的 我可能在這個地方要走那麼多 我覺得啦 局長 你剛才提到 從八個點變成現在你說的三加一四個點 這種狀況 你的理由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環保局能夠集中管理 甚至可以從中 數量多看出可用不可用 然後再送我們長津閣 那我覺得 為什麼你麻豆要取消 為什麼你新花要取消 你給我一個理由 為什麼新式要取消 難道那裡的那個 那個家具行 減少了嗎 還是那裡的人買家具 舊家具不多 局長 我想一個政策的實施 你應該要更辯明 而不是讓辯明的東西越來越少 那理由是你們要集中管理好管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公佈 不應該做的工作 還有就是我剛才一開始就提到 事實上家具工會 甚至家具行 全台南是有立案的200多家 甚至沒有立案的也有100 200家 這種狀況 當然沒有立案 我們環保局是不能收 沒有參加他們的工會 我們也不能收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既然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層層規定 你要有登記在案 你又要加入工會 有工會的會員證 有這樣的層層的把關 我們又給他限制 只能四個點 或是三個點 讓他們去回收 那個酷克的回收的舊家具 局長我覺得這個政策 你要去思考一下 事實上關係的層面非常大 有可能以後我要買一個舊家 我要買一個新家具 我的舊家具 工會甚至 那個家具人不幫我回收 他說請環保局來收 你打電話請環保局來收 吳行中一定會增加我們環保工作人員 更多的工作量 我感覺這個東西 今天你要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只是希望說集中管理 然後從中選出好的家具 其他的送也買 你只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會跟基層工作人員會做事 會做事 今天一腳也要叫你去載 一條椅子也要叫你去載 你機動性的人員再多你都不夠用 所以我們藉由工會這樣的一個協助幫忙 那我們工部門給他們一些輔助 甚至讓他們更方便 我覺得這是相輔相成 所以這整個政策 我感覺 我不知道你持續了沒有 但是你們的那個開會的紀錄是4月12號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 你們能夠從場記憶 甚至 聽一下我們基層家具行 家具工會 他們真正的心聲 因為你們提的 他們不敢做任何的反彈 那麼好 局長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你麻煩一下 啊有 你們沒有徹底溝通之前 請維持原來的八個點 可以嗎 我們 我們會立刻在召集會議 看他們到底那個 如議員所講的 他們的意見是怎麼樣 因為你原來的八個點 那個點還是在嘛 你並沒有廢除嘛 人員還是在嘛 工作人員還是在嘛 是沒錯 對嘛 對不對 所以局長拜託 我希望說 在沒有完全溝通之前 維持原來的現況 讓家具工會 甚至我們環保局的人 知道 怎麼樣做 讓我們百姓也知道 我買了一個新家具 我的舊家具 可以請家具行 再離開 離場嘛 好不好 麻煩你一下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蔡蘇維議員 局長針對我們差議員 我想你們會後再去做一個 溝通協調 因為差議員他這樣的建議 也是相當的好 好 第二位發言人 那個李退之李議員 時間十分鐘 請開始 謝謝主席 我想要請問一下那個林局長 那個 本席其實在很早以前 在我們這個柳營發生事件的時候就曾經跟你質詢過有關 要進到每一個社區 要怎麼樣跟社會局做這樣的一個 心理衛生 還有包含那個 整個那個 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高風險族群的一個預警的 這樣的措施 這樣經過這樣子 大概有兩年了吧 兩年多了 這樣的進展是怎麼樣 我們基本上來講 我們對一些 不管是精神病的 這些 我們市民 或者是 藥營者 或者是有一些 所謂列管的 一些 居民 我們基本上是交加比對啦 就是說包括社會局會提出來 衛生局會提出來 甚至警察局 警政 社政 衛政 甚至教政 比較在就學中的我們都會提出來 這綜合一個列管 那這個要分為它是一個高度 需要關懷的 還是中度 還是輕度 那可能就是依照自己 比較權責的這些單位 比如說精神病病的人就是由衛生局繼續去輔導 那如果是一些反社會人格的 可能是警察局或是社政單位的去輔導等等 對 那在這個過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目前的法治是 是賦予所謂的警銷人員 很大的責任 但是在這個強制就醫或強制安置的這個過程中 警銷人員的專業實在是 跟 相對衛生局來講 我想是有差距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 這個樣子的部分 在衛生局第一線的人力上面 跟這樣如果說有 可能或者社區有通報 或者家屬有通報 因為有些時候 都是家修已經動不住了 來找到 民意代表這邊 那那個時候 衛生局 這些第一線的人力 能不能 更加的充實一點 我想 人力在白天上班的時候 是比較沒問題 我們會互相cover去 因為我們除了衛生所以外 還有所謂我們心理健康科的同仁 所以去支援 那強制就醫是因為 依照他有自傷 傷人之餘的時候 我們感謝我們警察局跟消防局 會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平常會有一些 教育訓練會跟他們一起上課 那第二個就是說 萬一晚上的時候 我們 人力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有 簽了四家醫院 包括在 新營 後壁那邊 因為離原來的市中心比較遠 我們是跟這個嘉義 農民醫院的這個合作 就是說 他們會做電話諮詢 那需要的時候 再由警銷人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觀感的問題 因為 你讓警銷人員來執行 這樣的強制就醫 或強制安置的時候 就會像柯P 去對付姚姚哥一樣 當警銷人去對付他的時候 他是拿出警察對付 犯罪嫌疑人的方式來做 當醫療人員 去對待病患的時候 那又是另外一種方式 所以 本席是說 像 不管是 不管是這樣的 有可能的高風險的族群 或者是說 需要研判的 其實很多地方 我們是真的需要有醫療人員 去做即時的介入 我們也是 白天上班時間 基本上都是有公共衛生 護理人員會去介入 對對對 這句話就是 白天上班時間 這個就是 因為晚上 我們同仁還是有很多的業務要做 所以我們當時是跟醫療院所 直接 用電話諮詢的方式 另外 這些 那醫療院所他會派人到 到現場 基本上是電話聯絡 為主 因為他送到的醫院 就是他們 本身的醫院 然後 他們會馬上提出 就是說 依照他的病情是不是應該要 我們只是強制就醫喔 不一定要強制住院 我們是不是能夠 研究一下 因為畢竟 這裡面牽涉到很多 包含 這個 有沒有利己危險的問題 包含病患跟他周邊相對人 雙邊都是有人權的啦 雙邊都是有人權的 所以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在這個方面 可能從法治面 還有從你們的人力編制等等 要再要能夠有一套比較好的改善的措施出來 不然現在 當你面對 他研判說他到底是 我只是 不喜歡回家 還是 我真的精神有問題 這個 有需要醫療專業介入的時候 衛生局這邊 當台灣這個社會在進步 要怎麼樣去尊重一個人的人權 從這個第一線的醫療的水準 能不能對於這樣的各種不同 狀況原因的 這個 病患的第一線的協助 這個都是可以看出這樣的水準 不過 我們因為精神疾病 或者 一些 即時壓力造成的一些 情緒的不穩定 我想我們的公共衛生護士也沒有辦法 像精神科醫師那麼準確 所以我們是 有點協助或強制 就醫的部分 是 那他如果需要強制住院 那另外還要提出來 去做申請 局長現在針對這個第一線的這些 怎麼樣做的措施 或者這幾年的改善的部分 請你再把資料送給本席 好嗎 謝謝 請坐 李局長 你剛剛有講到一句話 我其實本席聽了就有一點心酸 你說當這個嘉義在 這個紅色或紙報的時候 這個相對台南就會改善了不少 你也知道本席的選區在新營 本席的故鄉在新營 就跟嘉義聯在一起 那根據即時撤站的資料 新營往往就是會比台南市區 這個差個一級兩級以上 那這個整個西北地區新營地區的這個PM2.5的問題 那在局長的這個改善措施來講 要怎麼樣來改善呢 這個跟議員報告 我們很重視新營這個地區 新營 首先我們每天早上 第一個先看新營地區的 車站的資訊 來決定我們的洗掃街車的設備 如果新營是已經接近到7 或者是6的過程裡面 我們洗掃街車就會火力集中 在新營周遭的整個大陸的部分洗掃街 這是第一個 本席是想這樣這麼建議 因為那個 很明顯的這個跟東北季風 跟這些相關周遭氣候環境都有關係 那就像你們在做趕盡殺絕一樣 防火牆的觀念 那你要怎麼樣利用巴掌溪 然後跟嘉義有沒有辦法有一個區域聯防的方式 能夠把我們整個 做更好的改善 比如說 像我知道我所了解 過去台中 台中縣市 他們就曾經針對烏溪 做整個的這個 揚程跟這樣的一個懸浮威力的 這樣的一個改善的計劃 那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就這樣的一個跨縣市的 而且正好就是在我們 台南的北界 的這樣一條河流 或者是跟臨近的這樣的縣市 做一個針對於 PM2.5懸浮威力 等等的這樣一個空汙的改善的一個 一個區域的聯防的計劃 這個意見是非常好也正確的 那 環保署空保處現在已經針對雲嘉南 化成一個空瓶總量區 所以已經是朝這個方向去檢討 所以當如果東北季風或者是吹北風的時候 從雲林到嘉義到台南如果能夠就空氣污染源 固定空氣污染源立刻通知每個區域都能夠減量 那一定可以達到效果 然後每一個縣市政府都去努力做揚程 我想我們這個雲嘉南三個縣市 就會很明顯的做一個改善的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 新營地區這樣的一個包含他原來的運動場館 運動的人口就很多 所以大家現在每天早上起來 這些 愛運動的人 第一個就是打開APP 看看今天的空氣品質怎麼樣 他們 就是說如果 已經到紅色紫色了還出去慢跑就等於是慢性自殺嘛 那所以這個部分要拜託這樣的一個改善的計畫能夠有效的去推動 而且這個是一個整個台南的一個整體的意識嘛 就像 明後兩天 是新的內閣 要做這個共識營 那 就剛剛比如說剛剛蔡淑惠議員所展示的這個掩埋場的場子 局長 在未來的幾年內 不管是我們的一般廢棄物也好 或者是事業廢棄物也好 本市 的廢棄物 有辦法自己處理嗎 比如說我看到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完成城西焚化廠7790噸飛灰穩定計畫並妥善掩埋 令妥善掩埋7252公噸飛灰穩定化物 都埋去哪裡了 埋在我們自己合法的掩埋場 灰灰掩埋在哪裡 城西 城西的掩埋場 城西有一個獨立的灰灰掩埋場 獨立的灰灰掩埋掩埋場 對 跟上一次要進行擴廠的那個 不一樣 那上一次要進行擴廠的是一般廢棄物的嗎 一般不可然的事業廢棄物 還有暫存的一般廢棄物 沒有辦法馬上燒的 那顯然這個擴廠的部分目前是稍微暫緩了嗎 暫緩看法 是暫緩的 主席再一分鐘可以嗎 給時間一分鐘 那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現在一般廢棄物這個暫緩了 那未來 那這個我們專門 埋廢灰的這個掩埋廠 它還可以買多久 如果以我們估計114年 到114年 114年 這個是全台灣最寶貴的一個灰灰掩埋廠 公有的 所以還有九年 對 還有九年 那城西掩埋廠 那個一般的 擴廠停了 對 那 我們的一般廢棄物還要多久會滿 這個我們有替代方案嘛 如果我們不開發市期 我們一定要有替代方案 那這個替代方案的面積 如果能夠達到跟市期一樣的量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達到 好 9到10年 另外 如果這是一般廢棄物 你有替代方案 也就是說在未來的 未來的幾年內 本市還有辦法 那事業廢棄物咧 那事業廢棄物這個就是 新的政府已經在演繹 不是新的政府 就是 環保 相關 一般垃圾跟事業廢棄物到底 跟各位同仁報告 那個唐畢爾 唐議員是本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我們優先請他先做 那個工作的質詢 請唐議員 發言時間10分鐘 豪謝主席 那個 衛生局林局長 林局長 近年理會 我們臺灣的臺灣人口 保持 負成長 是 雷震部長 因為 是因為流感 地震 還有登革熱 所造成的 雷震部長 你對 雷震部長 這種的講法 你覺得怎麼樣 我想 不管是 登革熱地震 那我們就知道 像登革熱去年 是死亡 112個 然後 地震也是 117個的樣子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其實 造成的死亡人數 只有200多個人 那跟 整個 出生率 應該是比較有關係啦 因為所有的疾病 還是在進行之中嘛 所以 只是說 會增加兩三百個 造成我們 全國的人口 會這樣下降 我想這個 應該不太符合 科學的一些 邏輯推演 因為 高雄清 爆發那個 汗他病毒 是 因為 群聚的感染嘛 是 病例 都是在 傳統市 對 跟雷震的附近 有了27年 市政會議 市長 有民革基礎說 汗他病毒 因為 鳥漆 老鼠 所以他們去 所以高雄的禮 差不多都發生在市長 可見市長的 環境到衛生 我們有在必要 徹底的來檢討 因為這個是 非常對啦 因為去年 我們台灣市登革熱疫情 的熱點 也有 若干 是來自傳統市場嘛 我們台南 也有很多 知名的市長 和雅齊 為了未雨 籌謀 我們企政府在防疫上 我們今年提前嘛 做了一些準備嘛 那 和他屬意的 和他屬意 是不是 有可能 擴散到我們的台南 因為我們的 價格是高雄嘛 是 如果如果有啦 有學者認為說 今年是台灣 是否 進入 登革熱 地方流行區 的關鍵年 是 如果 屬意 登革熱 情流感 一起爆發 好 學長 你怎麼處理 我想 這個有幾個是有環境衛生問題 有些是個人衛生的問題 那也和他目前在高雄是三例 一個是家庭 一個是 附近的居民 那我想這個 整個房子 在 這個 蔡奇亞 市場是非常有關係 那所以 不管是我們像我們昨天 市民安全聯合計查小組 那個 我們對市場 管理處 他要求說 希望他們 這個 整個不管是公營或民營的 有才有負責人的所在 還是說你沒有負責人 在找來作為有一個領導者 所以 相關的管理的措施 本市希望 你要重視 因為這畢竟是 用到我們市民 的這個安全和健康 這不管登革熱房子 還是這個 和他 這個市長都有交代 這個 經發局 跟的 市場管理處 還有衛生局 還有各局處 都要協助 把這個市場管理做好 甚至利用 市場在效果 修飾的時候 要整個環境 需要的時候 該看 要撲戲沙網 就撲戲沙網 如果要這個噴藥 就噴藥 所以我們防曼於未來 要先準備就好 指令也有交代 指令 我們全台灣 都總有七千八百 五十一例 其中登革熱疫情 最兇猛的 前三百名 村里 是 都在我們台南 高雄 而且 我們台南是 第一名 從今年四月到今年三月 我們就 累積有四萬 三千六百九十三的 登革熱 的確定 我們台南 中共 不是四萬幾個 那是高雄 所以現在我們全台灣的病例 67.9% 香港的村里 達到 三百三十二例 香港這也還有 四十八例 是今年登革熱疫情 高風險區 衛福部 決定 針對 我們全台灣登革熱最兇猛的 三百個例 提出 將來的這個計劃 總之在村里長納入第一線的 防疫人員 只要是病例 病例數下降的 GEO的村里長 就發獎金 總獎金 有四十萬 里長大概可以 拿到 一至二萬 有激烈效果 目前 村里長的歡迎 市政府 有其他的 將來的測試嗎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在區里做談 剛才說過 我們已經去演講十二棟 市長也親自都有參加 有二十二的行政區 我們在里長都 去參加 包括他的防疫物資 欠缺的東西 都有區公所一起去匯整 去做處理 這個是 算是假的 我們中央對三百個例 要提出講一半 目前 他細則 也不確定 要怎麼做 不過有好消息 當然是 他便宜再多一筆錢 來將來我們的社區 我們自己做的就說 我們的里長要把他們整個防疫的地圖 就說 你今年的病例在哪裡 我們衛生素都有治療嘛 你哪裡有陽性容器 不管是廟 菜市 他都要圍出來就對了 我現在問你說 我們台南市政有嗎 中央四十萬台南市政有獎勵的獎金嗎 對於行政區 這些利 和學校 我們是用 防疫的日子 去做考核 年中 都有一個 頒獎典禮 所以是有頒獎 沒有獎金嗎 有獎金 不是錢啦 是利券啦 是利券啦 是錢 好 教長 我們衛福部 預估我們今年的殘病毒 七十一行 七一型的 這個 疫情 恐怕會擴大流行 而且每年 4月到9月是 殘病毒的流行期間 是 教長你自己醫生你知道嗎 台東 已經率先進入流行期了 我們台南市在今年 今年 也都有1582人 罹患流感 148人罹患 殘病毒 其中殘病毒 又導致國小 一個班級 幼稚園11個班級停課 重點是 殘病毒和 流感交叉 交叉感染 所以教長 我們 會叫到衛生局 我們有做 哪些的運運措施嗎 有解決的辦法嗎 其實 議員 知道說 因為殘病毒不是法定的傳染病 重症的時候是喔 重症 重症 重症才是嘛 對 所以 小孩 訪家 家長要上班 小孩送去安親班 又是一個 防疫的漏洞 我們有解決的辦法嗎 我們在這部分 我們這幾年就發現 你今天停課是製造另外一個感染源 他去安親班 去保濕班 甚至他留在家裡 他要在家裡 家裡 幾個高校的孩子 他跟人 人都會餵到他的弟弟妹妹 所以我們去年 今年開始 我們就 拜託 教育教說 你現在如果停課 不是只有停課而已 要有一個衛教單 等於讓他家裡的人知道 這家裡的人包括 他爸爸媽媽可能這時候沒得到 是他阿公阿嬤 市長在 禮拜三的市政會也講清楚 希望教育局跟衛生局 合作 我們要停課那時候 要到保濕班 他問說一直對 因為 我們常說客戶輔導班 都在這間校的附近嘛 我們的衛生所 我們有教育的人 要做回去看 看他的環境 教他要怎麼消毒 注意這些 大家勤洗手 不碰眼鼻口 如果有感染現象 還是盡量要隔離 因為你知道 那孩子在 補教單位 都比較擁擠的這個場合 原來衛生局 這個人要求好好 有重症 比較通報 所以怎麼防範 市長 就像 剛剛局長你所講的 市長很重心 所以我們市長在27 屆市政會議 我們市長有說 請教會 配合我們的衛生所 前往保濕班 安親班 來查訪 務必做到 滴水不漏 做得到嗎 沒問題 沒有 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因為 如果是 低年級兩個 中年級三個 他就是要停課 停課一禮 停課一禮禮 我們就 教會叫我們要跟我們通報過來 我們請教會跟我們幫忙 就說 你把我們法庭的統帝 都給他家裡的人 以外 你心想問說 是對一間幼稚園 你跟我們統帝 我們做那個 還是對一間保濕班 對 幼稚園 保濕班 或是那些財藝班 我們都要加 怎麼做 其實他都在做 但是有些細節 可能沒有做得很好 市長希望落實這一塊 好好去做 只要我們有資料 我們跟 衛生局跟這個 所謂的教育局都會 跟學校會一起會去做 我像小孩是我們的保佈 所以我們會盡量去把這個細節 漏洞補起來這樣子 所以 我市長很重視 所以 本市長也希望說 我們衛生局到 九個局 可以 可以合作 配合 好 再給一分鐘 有醫師說啦 這個中華民國防疫學會 的理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感染 感染科的組織醫師 他說 資卡病毒 一定會進入台灣 九長你 你覺得他講這句 你覺得怎麼樣 所有的新興的傳染病 都非常有可能進入台灣 因為台灣是一個島國 他進進出出的人很多 完任賢 理事長 因為我常常來台南 跟我們溝通 跟我們演講 這是我真的一個專家 所以我剛才說過 我們也請美國CDC 謝伊如 我們的博士 來跟我們講 目前在美國 美國是同先進 而且他是真的在 疾病管制署裡面 已經20多年 台灣一個醫生 來跟他做目前 資卡的 要注意什麼東西 因為他資卡 登革熱秀港 兩個都是 埃及班尾跟白線班尾 傳染 所以整個防治的 途徑是一樣的 所以我在檢查的時候 現在 第一要篩檢登革熱以外 會順便 再 挑 百分之 五到十的人 再去篩檢 他所謂的 資卡病毒的部分 但是我們台南的 300的 疑似病例 我們都會請專家 針對登革熱檢查 就算陰性 對資卡 也要檢查看看 後續對一些孕婦 尤其二十歲到四十歲 適合生育年齡的時候 更要注意 這些 有可能會有資卡 因為 資卡的症狀跟登革熱 也都一樣 但是他有可能 以後生下來的小嬰兒 是小頭症 他的腦神經發育 出問題 那孩子真的要照顧 這個比腦性麻痹還更難照顧 所以我們也去做相關的防範措施 謝謝議員 謝謝 下一位請陳怡貞 陳怡貞 陳怡貞發言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環保局的理局長 你剛才說我們4月1號開始垃圾這個破袋檢查 宣導 從一開始 七成多的不合格比率到現在已經降 四成 一開始四成 四成多到現在已經降到一成多 一成左右 那有因此 對民眾開法嗎 沒有 我們4月1號宣導 現在都是宣導期 我想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有去宣導之後 民眾其實他就會去注意這個事情 其實他的效果就很好了 別說真的要跟他們發 應該沒有這麼欠錢 我想這個有宣導之後 其實就可以發現最近很多婆婆媽媽 他們在看本身的時候就很注意 就是說這行不行 那行不行 我想這個部分 才是以宣導為主 那 我再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像一些 比如說像安平老街 這樣子的地方 假日遊客非常多 平常遊客也很多 我們有在設置垃圾桶嗎 安平老街 我們是 如果是假日的話 我們會有機動組的 維持環境衛生 但是我們不不同 很不不同 因為還是要以家家戶戶 那個生意 生意電界要主導為則 原則嘛 因為 店面的前面兩公尺 是要有 是要有這個 私人場域負責 有垃圾桶會比較乾淨 還是沒有垃圾桶會比較乾淨 其實議員這個問題就是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有垃圾桶反而更 更集中 地方會更乾脹 除非那個垃圾桶 可能兩個小時就要去收一次 一個小時就要收一次 這樣 是我想我在我們一些其實觀光景點 都看不到 其實看不到什麼垃圾桶 現在比較的趨勢就是 沒有垃圾桶 就是常態性的 不普設垃圾桶 但是如果單一性的 譬如說像鹽水風泡 那個三四天 對不對 一下子擠了這個 擠幾萬人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不同的工作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其實 比如說我們在 其他縣市有些觀光景點 比如說到了 夜市 逢甲夜市 就看到其他 他的垃圾桶的設置 其實就 非常的多 那其實環境看起來是 蠻乾淨 也不會說 因為 有設垃圾桶 所以就變得很髒亂 可能還是跟我們的作業有關 那 其實也是會接到一些民眾 他在反映說 我們常常去 我們在這個安平老街 或是在哪裡 在那邊逛的時候 其實手中有垃圾 其實不知道拿去哪裡丟 那你說店家 他可能 如果你是在他裡面消費 當然OK 可是 如果不是在裡面消費 其實 他也不可能去接受你的垃圾 所以民眾其實手上拿著垃圾 可是他不知道拿去哪裡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有時候變成 他是不是有可能會 變成水手丟 或是怎麼樣 反而就造成了 造成了環境的問題 那變成我們的 巡查人員 還要去機動的去收這些東西 所以 有垃圾桶比較乾淨 還是沒垃圾桶比較乾淨 我想這個 很難有一個定論 但是 我想針對於比如說像 安平這個地方 他很明顯假日 遊客就是比較多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在假日的時候去增塞垃圾桶 或者是說怎麼樣的方式 讓那些民眾 他如果真的想要去丟垃圾的時候 他找得到地方去丟 我想這個部份 局長這邊有沒有可能來研究一下 當然可以來檢討一下 那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台南是幾個很大的夜市 他們夜市管理委員會都做得很好 他們布垃圾紙車 像花園夜市很乾淨的 你要四個口 四個出入口 他不只垃圾紙車 他還有資源回收車 還有專人在那邊管理 然後說進到這條線裡面 不准抽煙 然後你踏進去花園夜市裡面 在管理 就是禁煙區 所以其實我覺得 所以他們就是強化 就是讓你垃圾桶 其實自主管理委員會做的 是真的不錯 所以安平區有沒有 按照他們這樣子的觀念來講 其實你會知道 其實普設垃圾桶 其實他也是為了 讓環境乾淨 他沒有普設 他是在入口 重要的出入口 所以他設置了垃圾桶 在重要的出入口 所以我們可以 讓他 也是讓他會比較 也是讓大家 他也是要方便的 他自己管理 所以他也設垃圾桶 也是要讓大家方便丟 所以是不是有垃圾桶 在重要的出入口 有垃圾桶 或是怎麼樣的管理方式 可以讓整個環境更乾淨 或者是讓這些遊客 其實他 真的想要去丟垃圾的時候 他找得到這個垃圾桶 這個可以再討論一下 討論 我想再請問一下局長 我想 在我們的區域 在我的選區 是去年這個登革熱最嚴重的地方 是 那今年 今年到目前為止 我們到底有什麼比較 跟去年不一樣的做法 讓我們比較有信心 今年的登革熱 可以比較 不會像去年那麼嚴重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跟衛生局 其實我們跟衛生局已經從過年前就宣誓啟動 過年後因為0206的關係 所以我們耽擱了一陣子 可是現在3月起 區旅座談會 區旅座談會 我們發現 北區是非常積極的一個區 各林里的里長或林長都已經發了自主宣導單 林長跟林長都嚇到 去年都嚇到了 跟議員報告 其實今年最大的最大的最好的因素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說 你去問每一位每一位都知道了 所以只是 觀念 其實我們只要去跟他再提一下 或者是我們再去檢查一下 他會更小心 那事實上 再提醒一下 現在我們已經也開始在稽查了 對 3月份開始也開始在稽查 聽說已經開出罰單了 所以其實還是 我想這個初期還是盡量用勸導的方式 初期我們還是用勸導 然後真的 那是非常的手段 我想真的去開罰是非常的手段 但是有聽到說已經開 開出罰單 但是我想還是希望 一開始還是以勸導的方式 那 我們看今年其實貨水特別多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我們擔心的地方 那當然目前看起來狀況 還在 還算很 很穩定的情形之下 但是 其實 大家還是很擔心 一個不小心 可能又有一些什麼狀況 那 我想噴藥的部分呢 是不是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我們 戶外的噴藥的部分 是不是已經都完成了 第一次的3月到4月 各區公所已經積極在進行 那市長也把5000提升為1萬 除了熱噴以外 還在加冷噴 室外的部分 那所有的區都會在4月底之前噴完 因為今天已經4月29號了 應該幾乎都要噴完 因為噴到下雨天要暫停 所以我請公所說下雨天不要噴了 噴了浪費錢 當然 所以會延遲一點點 第二階段呢 第二階段就是環保署補助了我們200台噴霧式的冷噴 我們分發了7成的左右到每個區公所 然後如果個禮認為有必要 他還可以逐點再噴冷噴的方式 但是這些里長區 或者是里長認為有需要 他們都知道 他們就可以跟區公所通報 誰來噴 里長可以請他的禮幹事 或者是禮裡面受過訓練的人來噴就可以了 受過訓練的人來噴 那像一般民眾他如果覺得說 我這邊居家環境蚊子很多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那個都是噴戶外 對戶外居家附近的環境 那可以啊 那就是里長一看到通報以後 就可以到公所去見 民眾如果跟我們環保局區對通報 那也可以啊 我們都會立即去處理 也可以 我們會再通報給公所去處理 我們會 如果說是很明確 我們去檢查先知青 因為噴蚊子其實沒那麼好噴 你噴了蚊子會飛走 所以我們先知青 知完青以後我們如果需要冷噴 我們的隊長都很有經驗 就會消毒車就會去做周遭環境的一個冷噴 所以如果我們的民眾覺得這邊居家環境 好像最近蚊子特別多 如果他跟我們區隊通報的話 我們也會協助他做一些噴藥啦 知青噴藥的動作 我們會跟公所合作啦 有時候如果太多當然公所 因為機器也在公所嘛 對 公所也有受過訓的人 那公所對由下而上會更好 那但是如果範圍比較寬的 公所無法這個負擔 那我們會就出來噴了 好我想這個 因為現在開始比較熱了 然後雨水又多 其實開始有些民眾都會反映出 那我想也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民眾也可以直接不管打電話 到公所跟里長通報或打電話環保局 我想我們應該都要盡快 盡速的來協助這些民眾 好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 好下一位我們請邱莉莉邱一言發言 時間10分鐘 謝謝主席 李局長來我們來繞口令一下 豬骨頭是生廚魚還是熟廚魚 豬骨頭 豬骨頭如果它是一般來講 我們會認定它是沒有煮到那個敲了就碎的話 單純的一個豬骨頭是生廚魚 我們現在清潔對收運清運垃圾的這些同仁 每次清運垃圾破袋的時候就是一次的驗屍 因為要鹹化這隻豬骨頭是煮過還是沒有煮過 那雞骨頭是生廚魚還是熟廚魚 生廚魚 雞骨頭是生廚魚 還沒煮的啊 我現在是說如果 對嘛那我現在就在 那我還我也沒告訴你是煮的還沒有煮的 你就告訴我生廚魚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煮過還沒煮過 因為要破袋才知道嘛 椰子渴是生廚魚還是熟廚魚 還是根本不是廚魚 椰子渴到目前為止我們要收啦 生廚魚 生廚魚答案又錯 因為那天在永福路有同仁就拒收 他說那個是垃圾不是廚魚 那我再請教一下 再問一個好了 你去幾乎全部都答錯耶 怎麼辦 在這個表格裡面啊 雞骨頭 雞骨頭是屬於可回收的 那我再請教你 魚塞是生廚魚還是熟廚魚 魚塞 跟魚的內臟 我這樣回答好了 這個東西經過煮過以後 吃了剩下還是不吃的 經過蒸煮 草什麼 那個我們就認定是熟廚魚 如果那個東西是沒有經過煮過的 是純粹是在切菜剁菜或者是剩下來的 非常好 那局長如果我一個廚魚桶裡面我把鯊魚剩下的內臟跟魚頭跟魚塞放到廚魚桶裡面有我吃過的飯菜 那我要不要把它撈起來看這個魚塞是已經煮過還是沒煮過 我的骨頭要不要撈起來看它是煮過還是沒煮過 或者是有一些的生菜 我在洗菜的過程裡面 我剝除的例如高麗菜葉外葉 那我把它放在通通一個廚魚桶裡面 我要不要把它當場撈起來看它裡面煮過還是沒有煮過 我覺得你回答的東西 你們在訂定這個條例非常的簡單 你就制定說它煮過跟沒有煮過 但是我告訴你 有一些的東西它把它和在一起 你怎麼去認定它煮過還是沒煮過 問題是只要那個親運的人員他覺得不開心 他就告訴他說他那個不行 因為豬吃了會驚喜 如果他放在裡面他認定每個人的判定都不一樣 他認為可以倒進去 那他就把它倒進去 那你這樣子同樣一個接闊兩台垃圾車好了 兩台資源回收車好了 所有的我們這些專業人員 他的標準就不一樣了 那我請教你你叫民眾如何適從 那再請教你 柳丁皮是生廚魚還是熟廚魚 是生廚魚 柳丁裡面的紙跟果泥是生廚魚還是熟廚魚 生廚魚 生廚魚又錯 因為他告訴他說 因為他告訴他說果皮是屬於生廚魚 然後果肉又是屬於可以當作熟廚魚 那是不是民眾必須要把果皮 那是不是民眾必須要把果皮 如果他是炸柳丁汁 他要把裡面的果泥把它挖掉 因為他整粒炸了柳丁汁以後去要丟棄 我們的隨隊清潔人員告訴他 因為果皮可以去堆肥 那裡面的果泥又算是熟廚魚 所以裡面有紙有寺啊 你聽到好不好 他還要把它分開 你這個這樣是對不對 你從今年啊 你看啊這邊都是我去釣你們的市長信箱 洋洋灑灑這麼多頁 從3月17號開始 每一天讓我們的民眾非常非常的焦慮 這邊還有說果皮是否全部都可以當廚魚 那橘子皮和香蕉皮算嗎 因為已經被隨車人員拒絕過了 所以說你們訂了這麼嚴苛的破代檢查 你們自己的人標準都不一樣 你的受訓就有問題了 你這不是老民什麼叫做老民 那我再請教你 我們現在回收的東西就是分廚魚 一般垃圾跟衣服嘛對不對 這是我們直轄市來訂訂的嘛 資源回收物 資源回收物嘛 這三種嘛 那我請教你 如果我今天內衣內褲算不算回收物 算嗎 內衣內褲算不算你收不收 它是衣服啊 內衣內褲它是衣服 它是衣褲算不算回收物 你們收不收 我們會把衣服 因為它是衣服 我們會把一些衣服拿來擦拭機械 好他擦完機械過了以後 髒污了 他回收收不收 他是衣服啊 是不是嘛 是不是嘛 是 不是 不回收啦 我們不回收啦 資源回收車告訴他說 因為它擦拭過了 它是它可以它會燃燒的 因為它有油漬 所以它是屬於垃圾 你又給我點頭 我剛剛是說如果是髒污的 不管是衣服塑膠袋 髒污的東西是屬於垃圾的 我要在這邊非常嚴重的跟你抗議 4月16號在永福路 有身材壯碩的男性隨車員 在完全沒有說明的情況之下 破袋檢查 他破袋了以後 他就把民眾丟錯的東西 通通丟在地上 讓民眾去撿 為什麼他破幾塊 他破五塊 五個阿桑五個太太 你們真的是欺負女性 因為一般刀垃圾都是女性居多 人家蹲在地上 撿那一些垃圾 就因為他認為不符合規定 把人家丟在地上 4月16號在永福路的路段 然後人家邊哭邊去接那個垃圾 我現在請教你 貴為一個制定這些辦法的局長 你就沒有辦法告訴我一致性的答案了 因為你的回答跟隨車人員 他們所做的不一樣 你叫民眾如何適從 你叫民眾如何適從 你在訂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有沒有認為 而且我們中西區是委外呢 委外的人員 他們的態度跟你們的態度會一樣嗎 會一致性嗎 有感性嗎 因為你這種破代的政策 增加他們的工作量 他們就不開心嘛 是不是是不是啦 如果以你剛剛講的那個標準 照你們環保局所發布的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 這個彩色的 對那顆樹還是 這個東西的話 你雞骨頭是可以回 那個可以做噴的你知道嗎 但是你跟我說沒煮過 沒煮過就不可以算 他完全沒煮喔 但是蝶是怎樣就不可以 蝶外說蝶無分 有煮過和沒煮過 他都不愛收啦 他說蝶因為蝶的價值啦 蝶吃自己骨頭的價值啦 你剛剛講的都不一樣了 所以每一次如果破代回收或是 我今天看一個噴出去要倒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資料給你倒出來全包分類 看他煮過還是沒煮過 開什麼玩笑嘛 你開什麼玩笑嘛 一個柳丁皮 他就分果皮跟果粒跟果泥跟紙 裡面是熟的外面是生的 你不叫民眾 大家都要去那裡搖乾淨 在制定政策我不是說這個不好 而是你們的態度 你們積茶的態度 還有你們自己專業的人員的訓練 就已經是出問題了 專業去收資源回收的人 我剛才問你嘛 來三口算不算 因為內衣褲 在帳面上他就是衣褲就是衣服啊 問題你們不說啊 不說要講清楚啊 內衣褲不說啊 內衣褲當一般垃圾啊 這樣子人家萬一把廢棄的內衣褲 放在垃圾袋 萬一被你們破代 你還要再說那是什麼 你有跟我的意思嗎 內衣褲是衣服 然後不回收丟到一般垃圾 一般垃圾的人跟他說那是衣服 把你們自己管好 把自己訓練好 再來積茶 再來罰則 機長 我覺得這個政策應該要再深思一下 真的啦 真的要給市民真的無所適從 我們下一位請郭國文 郭議員發言 時間10分鐘 主席謝謝 局長辛苦了 我一樣要來問 你今天做樓主了 那個我剛剛聽到你回答那個 那個理退治理議員的時候 說PM2.5嚴重的時候 你們是透過噴灑的方式來做處理嗎 其中之一 那其中之二呢 會立刻我們有跟重要的工地 那個鋪面的工地的工地主任都有LINE 可是這個除了噴灑的方式 噴灑你顯然是有目標性的嘛 對不對 就是塵土飛揚的時候嘛 洗掃街啦 就是強化洗掃街 然後就只有這些可能性而已嘛 沒有其他的嗎 然後呢降低污染源嘛 對啊 所以說你鎖定的污染源是這個嘛 你看一看 我們整個台南的天空是如此的灰蒙蒙 難道就只有工地或者是塵土飛揚 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嗎 原因啦 對 原因三大原因 一個固定源嘛 就是工廠 工廠如果有燒煤的 我們會針對燒煤的 好 下一頁啦 我再看看看一下 我們動不動 就是紅色的 動不動 就是紙報 常常有 接下來 那依照一般的標準來看的話 如果按照WHO的這個標準的話 它已經是第一級的這個致癌 因素嘛 致癌物 如果是PM2.5是一級的致癌物的情況底下 依照台灣的這個城市的排行 你看台南還排的滿前面的 你有沒有看到 台南很嚴重欸 台南這麼嚴重的情況底下 台南這麼嚴重的情況底下 你們告訴我說 它大概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 原因啦 來源啦 來源的部分我們 基本上三分之一來自國外 大陸啦 大陸地區 中國啦 三分之一是從台中 雲林 嘉南這樣 慢慢的隨著氣候這樣過來 我們自己台南市所產出來的PM2.5的污染源 大概佔30% 我算了 我看到你們的這個分析 中國的部分大概36% 那中國這個部分有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環保署也有透過國際的場合 要求大陸地區 不只台灣 像韓國跟日本也都提出很嚴重的抗議 台灣 日本 韓國 都受到影響嘛 那這個中國那邊有沒有回應 中國當然現在在環保法令上加強的 非常加強 它也加強了行責 也參考 我看 我個人認為說 它一直在看我們台灣的環保法令 那... 你覺得他們有一個正面的回應嗎 中國有正面的回應嗎 它的總量太大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認為中國這一個關於PM2.5的來源 消除的可能性不大嘛 對不對 他一定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做法 減量啦 他一定要減量 而不是一直做防治設備 沒有 我們除了國際會議抗議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嘛 這很嚴重耶 對 36%耶 好 你看看 其他的縣市的部分 雲林麥寮跟高雄各工業區 30% 這有沒有可能透過區域治理的方式 座談的方式提出一個方法出來 你知道我們區域治理的部分 台南橫跨兩個區域你知道嗎 我們橫跨雲家南 我們橫跨高高平南 高平南 所以說我們各有兩邊的鄰居 可以透過區域治理的論壇 你就提到這個問題嗎 你有沒有去處理過 有沒有 我們有開過會啦 開過會 高平南 以高雄的 然後呢 以高雄來講 它是總量的一個考量 我們台南也是把現有燃燒深煤的 這些的需求量 沒有 我說其他的縣市 給我們回應到底是什麼嘛 沒有 到目前為止是各自努力啦 各自努力 署裡面是把雲家南弄成一塊 要來做總量管制的 就是PM2.5 怎麼樣共同來執行 某一個方法或策略這樣 對 好 好 那好 那我們看完我們台南的好了 你台南的現在標示出來的 台南境內裡頭34% 車輛行駛的陽城18.6% 工廠17.5% 柴油車14.5% 你標示這三項之後 超過五成之後 其他的項目呢 就沒什麼 其他項目就沒什麼 結果你們一直在宣導說 以工代金等等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廟宇所造成的 我們自己做的努力是什麼的 好 垃圾車加裝排煙的濾煙器 你要發白人進行 我們自己要做嘛 三月三月有說嘛 六月底進行說要加增50台嘛 現在加增幾台了 還要再發包 還要再發包 六月底進行 沒辦法都加增完成 他現在科長要不要 你自己這樣講 你到處去要求別人改善 你自己改善了什麼 環保局改善了什麼 陳科長你說啊 跟議員報告 關於垃圾車加裝利樂器 因為我們第一個標 因為產商履約的品質不好 所以我們把它解除契約 所以我們現在在請出發 所以六月底是空投支票你做啦 局長 還沒有其他的項目 你坐 還沒有其他的項目 你還有其他的方式嗎 有有有 你政府部門去要求民間改善的時候 難道政府部門是負責強制執行的單位 只有處罰而已嗎 你沒有帶頭示範的作用嗎 有什麼方法 你講啊 講不出來啊 PM2.5的解決方式 你可以發白郎要求白郎 你自己做不出來 連這個你對我講 說六月底進行這叫劉彪 跟議員報告 我現在怎麼看下一項 你看看 動不動就指報嘛 對啊 你有看到嗎 對啊 我們常常不是紅的 就是姿勢的嘛 這這麼嚴重 這已經非常嚴重了 中國的因素你可能沒有辦法處理 區議座談你至少可以表達 可是我們台南今天有34% 我想要天天局長 你要用什麼方式 在降低這個PM2.5啊 我可以跟議員報告一下 除了以公代正之外 除了加 台南市政府現在正在推亮麗晴空計劃 他才是整體的亮麗晴空計劃 才是我們整體台南市 12個局處一起來參與這種 這種把怎麼樣把空氣品質 增加的一個方法 12個局處要做的部分 譬如說交通局就推電動巴士 這是第一個 電動巴士是其中一環 最重要的是公共運輸的部分 公共運輸的部分的比例 到底要提高多少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金發局的部分 工廠的部分 工廠的部分的生產模式 有沒有可能提升 工廠的部分 他因為要申請來申請空污許可 我們就會檢討他的 空污許可是用什麼樣的燃料 如果要用生煤 我們原則上是不會同意的 沒有 有一些生煤 但剛剛更不用講 有一些是傳統的液程的技術 還有一個最新的液程技術 你有沒有去進行做要求 有 要用BACT最佳的技術 現在都要用最佳的技術 新的BME的新的這種液程的技術 你們有沒有做要求 有 有 對啊 所以不論是生產面 生活面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全方位的進程 然後我們有時間上的一個規劃 你到底做了什麼 你要講清楚嘛 好 對不對 不然動不動就PM2.5 動不動就聽到親朋好友 平常都有在健身的 出去外面跑個步回來 人就掛掉了 為什麼 我是覺得跟PM2.5有所關聯 局長 了解了解 所以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是要看你到底有什麼樣的古典做法 我可以用一個報告 讓我們遲遲看到灰蒙蒙的台南的天空 局長 接下來還有一件事情 我要給你探討一下 那個本席說到很多陳情 到底我們第一線非常辛苦 環保主義最底層的駕駛的清潔人員 工作獎金每個月 有沒有可能提升到8000 這樣提升到8000 你知道嗎 有一個官司 比教員那次 頭上有 台中有 高雄有 台北有 高雄沒有 台北有 我找到主廖各用 新北市評估當中 台北市 他永遠 要用烤漬甲等、怡等、怯等的方式做處理 我們的方式是怎樣 我們有一個沒錢 這個法令改多久啊 我們如果本室講一下 環保署在修正地方機關清潔人員 清潔獎金 知己要點的這個部分 他從民國103年 7月30號就通過了 對不對 那我們的答案就是沒有錢嗎 還是怎樣 我記得如果清潔獎金從6000提升8000 應該是在103或104開始執行 對啦 103就開始了嘛 對啊 沒這麼久啊 那現在啦 從張黃珍的時代到你現在 你新的局長上來 你有沒有重新審 好 再給一分鐘 現在喔 五位喔 我們還要領有算啦 你們局長還要開始用有算啦 是 你敢不敢這條 你要試一下看看 看他們是要拆除台北市的方式 或是要拆除土層的方式 或是要拆除台東的方式 本身喔 都沒有在那個共責要求 但是我們只是表示一個性意嘛 中央就這樣改了 百雷冠市就有了 我們如果沒有做比人比較輕鬆 6000變8000有這個可能性嗎 你敢不敢來真面目撥一下 當然這要首先做一些檢討啦 對啦 什麼檢討 你總共兩千幾個嘛 對不對 一個月多兩千 一個月差不多四百萬嘛 對不對 一個月四百萬 一個月一年當加起來差不多五千嘛 對啊 五千萬這有法度嗎 當然我在這裡是可以來檢討看看有機會嗎 你有要送嗎 你要送去高層嗎 我內部當然會先檢討 因為目前為止 那你要不要送嗎 你要不要往上送嗎 因為依目前為止我們台南市 你沒有送上面就沒有合不合的問題啊 你要不要送嗎 我會來 我會來 好 那個我們跟現場我們各位同仁報告齁 我們可能等一下會休息十分鐘 原則上就到林美燕林議員執行完後 我們現場休息十分鐘 那現在我們請蔡宜輝 蔡宜妍發言 時間十分鐘 市長 我請你來背心台一下 我叫來背心台 我都標示 我感覺我對他不友善 不管你對我的看法是怎樣 我做議員這麼久很少 你第二的啦 第二的 那個比較有局啦 市長 你做合長應該相關發明 應該會了解啦 好 我剛才在說的 我還要這段給你看看 你知道嗎 你懂什麼意思啦 大衛國際應該有給你們衛生救吧 有啦齁 好 因為 有時候我跟我們 社會的我們雙區那些 叫丹宜去走來走來走來 我上場其實要看什麼呢 看空 這個 你們在錄音錄音 這個 到底有委屈的 鄉上你們有在做嗎 後期就有很多 我都過去啦 因為雙區到我去走一走來 看一看 以前老朋友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就跟他說 拜託一下 當然他不敢說 雙區到我去走 偶爾我去 我要 要來看這顆石 到底做得好 不要 我去走一走 很多人就跟我說 你也不敢說 我這就不檢查 這就不檢查 這就不檢查 我沒有人 不敢說 做不出來 你敢說別人 這樣啦齁 所以在你們 深澤這個 台湾市市民安全管理制度條例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 台湾不是我說的 台湾不意見 國際就是說 你們這個組織 不能讓別人 再跳來減啦 因為 不管是市政府也好 我們未來總統也好 食品安全 都列入重大的 市政 他最要改革的 我跟論書給你聽 後來就通過一個 好 你們現在 要通過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條例 你 我們說 你 母法通過 要四座也通過 上來議員 看你們道店要怎麼做 根據母法來 請到科長今天 幾月幾號 今天幾月幾號 今天幾月幾號 4月29 比較大聲一項 4月29 好 你們現在小姐 我不要給你們太大聲 怕你怕到 因為我的形象 你們局長 我比較大聲說 這樣 在11月17到現在你看多久了 跟議員報告 當時的 這個 我問你 你不叫我問跟你說過 我們104年12月9號 就有行文到議會 102年 104年12月9號 有行文到議會 會 施行局長 有 有 有告訴 你是這個檢舉 按你的獎檢舉辦法 叫施行局長 對 我們針對這個 議會提出的議題 我們有做修正 修正好之後 再報告議會 科長 你不要告訴 出行事者 就是要定 怎樣 不是講你辦法 檢舉辦法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些集中可能是一部份 你可能要對檢舉獎金要怎麼發放 給議會 又是議會通過市 實行使者 你知道這個法律關係 知道不知道 我們當初有修正那個 食安稽查小組的設置要點 以及那個檢舉獎金的一個設置 食安中大檢舉獎金 根據這支條例就是無法 通過自己訂實行使者 就是自己訂定的 好 你已經無法通過 訂實行使者後 上來讓議會知道 你實行使者要怎麼做 我不知道你有的實行使者是怎麼有 無法有實行使者 我不知道你要對這個標準要怎麼做 我說你們就知道 你不是跟我們說要選舉獎金怎麼 送過來這樣而已 你自己訂的是 你的辦公室要實行使者 實行使者比較看 你知道嗎 無法得幾條我要訂什麼實行使者 這個法律關係你清楚沒有 你做合作很簡單 你應該了解嘛 我不要再說 好 你認不來 不要說白人 你認不來對 我這張就是志明 我 你發所有資料 你對志明 簡單說 也很少啦 這是調查局 尚底檢視的 就是說 他衛生紙不合格的 食品健康 食品啦 像他們說的啦 當年白飯吃 用 當日空 半果的療程 血壓穩定 醫生的療程慢慢的不要吃 男朋友吃骨骨好 流血 可以補固金骨啦 類似很多 他們是衛生紙不合格的啦 這是你們抓到的 還是調查局抓到的 啊 庭檢視 舊辦的啦 你跟我說 你怎麼知道 既然我市長跟你說 要跟你問啊 你怎麼知道這是你們抓到的 還是調查局抓到的 這個部分我們 我們局也有送地檢署偵辦的 我經歷我的資料 是人生 抓到 送你們再對後邊的啦 對不對 都有 好 可定喔 你剛剛是自民的問神啦 我推論給你聽喔 我真該 我講我 你們實在講 對 民意機構的建議都沒有在尊守 裁法標準 我在他會講很久了 講兩差兩檔啊 你們告進車的標準有定嗎 我們從 去年9月開始就開始訂了 一直 到目前是 一到那個 法制處 那法制處呢 有一些 對 是我們市長的法制處 還是你們衛生庫的法制處 市政府的法制處 然後我們針對 市政府的法制處 現在目前是已經修訂在成何當中 一個案那久 所以我說你是自民的問神 跟自民靠你會先叫他生 錢也先過來 我跟他說 這幾檔案 管政府實在告進 當然你 怕得有風啊 我請教 冒昧啦 自民有套過你 有什麼政治獻金嗎 我跟他不是 你應該也沒拿到 不然你是怎麼對他好啊 我們一視同仁每一個業者都是這樣 我們沒有特別對他 有任何的寬戴 我之前總之孫已經跟你們說過 你們 政府的 說真的會否嚇到啦 人家都說你對自民有夠好啦 對不對 一視同仁 所有業者都一視同仁 一視同仁你可不可以撩擾 我 你們給我的資料裡面 你們就沒有了 甚至我給你建議說 永遠保祖的 市委到12月 跟你們安議員請一個來 感聽不是跟有在自民 最終一年也要收回來 你們有請嗎 我們今年已經聘用一個 臨時人力 那今年5月 幾月開始一任職 3月開始 這樣 平常我們都有在做監督 對 你有聽我的 蛤 你怎麼沒聽 有有所以我們今年 5月勞工局那邊聘的那一位 就是正式人力 就是 市府的預算 所以他就可以 不像中央的預算 一個 每個月可以收過六千萬的 我看 你放得不來 財貨標準 你不是自民的問題 我真的不相信 都已經在做了 在做你們在講的 你們講的 教授的不一樣 來議會應付應付 是自民 每次都三組第一次出來 管我們市政府 絕對沒有應付的心態 阿不然你怎麼有靠人 你就這樣做 議會說好 說我一定要聽 我有聽 我一定算你聽 總之如果算你聽過 已經先過來自民 已經先過來 我是自民 我也要來做公關 5月份 我做市政府的顧問 市政府的衛生局 我請教肯定 你跟自民交給市政府好嗎 你知道嗎 這個我不很清楚 你竟然說八十歲 你沒有出國人做公關 大家也知道自民交給市政府很好 你衛生局局不必要去規劃 你做問神 衛生局局 自民的問神 我告訴你 你如果沒來你加班 沒有這回事 我會做你當然說沒辦法做好事 你怎麼在乎社會的觀瞻 不是你講的算是 這就是人 調查還要抓到的 不是你抓到的 賞地檢視的 你跟 衛生局局 沒有 我會說這個 你只能 可以補而已 我會說這個 民理代表在這裡 兩天我跟你說 你的裁股 標準是 很距很距 你要定標準 一直拖一直拖 明明說 自己去檢查 不是跟自民 有的第四代 你創官不可以了 很多 跟你們 替衛生 市政委收入 可以跟我們解釋 我們整 八社 市民安情 我們的八社 健康 你都不做 標準不定 再拖 你說不是自民的問題 我真的不相信 不然你加工啦 科長有加工啦 你檢視衛生 叫我加工 全局局不一定叫自民 知道得很好 我跟你說這個 你怎麼做方法 善地檢視 我們抓到不是你抓到的 你一大堆人在抓的 我們又有雙 一大堆人 你們在後面補 你只要你敢來 來始終背信 好 我們下一位請 陳金中 陳議員發言 因為陳議員是 本委員會的委員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現場我們衛生局 還有環保局的各位主管 以及我們在座的各位通人 還有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我想我們大家印象深刻 內湖的這個小燈爆事件 我想 顯現出 我們社會這個安全網 亮起了紅燈 那一般來講 會發生這種行為的人 大家知道嗎 就是可能是躍營 第二個的話 就是精神疾病的一個病人 第三的話可能就是 社會 很社會人格的人 我想要請問一下 衛生局 針對這個事件 發生後 我們衛生局 有沒有增加這方面的預算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策略 來預防 這種事情 發生在 台南市 我想這個 剛才議員講得非常對 就是比較容易產生所謂意外 這些 殺人或傷人的事件 就以這三列人為主 像我們精神患者 差不多一萬多人 列管 那毒瘾者 差不多三千多人 那反社會人格的 這個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去統計 不過我們這個 落實的部分 我們當時有請 精神科相關的 一些診所 或者醫院 那對於一些 他 因為這些人 還是有所謂的個資的問題 但是他如果有一些 在 跟他們會談 或這個就診當中 有比較暴力傾向的時候 希望可以跟我們 稍微做一下同報 那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人 都不是 我們現在發現的 所謂毒瘾者 或者是 這個 精神病的病人 比較多 因為反而 內管 因為我們依照他的 本身 疾病嚴重度 我們會 高度關懷 中度關懷 或低度關懷 所以我們會再加強 那我們台南市 剛才 局長有談到 高度關懷的部分 假設 精神疾病的有多少人 就一萬多人 一萬多人 全部都 因為一萬多人 你們沒有辦法關懷 我想 你剛才有提到 我們分月 然後 高度的 或者是 比較低度的 你要從高度的 他的有危險性的 來做 列管 那我想 不知道 你們 平常 這方面的一個追蹤 到底做得怎麼樣 我只有一個名廁而已 我就沒有在追蹤 我也不知道 他當時會出事 我們是依照各個行政區 去做一些列管 那比較輕度的就是 打電話為主 所以剛才說有依照37個行政區嘛 所以表示 這個 民政局 他們有跟你們配合 那 剛才講的 那個違反社會 人格的部分 可能是 警察局 都有 你們有共同 組織一個 跨部會的 一個小小組 來共同關心這個問題嗎 我們有些時候會在 資安壞報裡面 把這些 重點 做一些聯繫 那我們剛才講到的 像 精神病病人 我們跟警察局 消防局 本來就有一個定期的會議 跟所謂的在職的教育 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事件以後 我們會把這個 市長有指示說 把整個環節要 扣緊一點 包括教育局方面 對 所以我再問嘛 那到底我們台南市 有沒有因為這個事件 然後我們 提出檢討 然後我們也 針類了預算 要來做 這方面的一個防治 以我們目前來講 只是把它的強度 做資源的 重新的分配 我們並沒有在 特殊在 所謂提到 這個經費的問題 因為 我們經費是一個 年度的預算 我們其實可以把那個 強度 再往集中 比如說我們講 鄧哥熱他日期就是 這個五六月開始 是重要的 我們把這個錢 這時候放在那邊 那這個平市也一樣 我們把所有的這個 平市 做一些心理輔導 或者是讀營者的輔導 我們把它加強在這幾個月 那如果真的 預算在年底有缺的時候 除了各 我們業務科會雲值以外 當然 也可以在 這個 做一些 動二或者追加減預算 我想這個部分 還是需要 你們跨科室 跨部會 來做連結 這方面的話 我想要特別特別的 一個重視 不要等事情發生了 大家在那裡 討論討論 完了以後 就沒有結果 我想 這個部分 真的是 你們要成一個 跨部會的 來關心 社會安全的 一個部分 尤其是小朋友的部分 而不是 只是 學校在上下課的時候 一個警察去 然後關法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 解決問題了 我想那個是警域還是有限 不過當然有在做 我們還是要鼓勵 還是要鼓勵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列管的部分 剛才談了那麼多 一萬多人 還有 藥營的三千多人 你說要全部列管 那只是名測而已 我想 你們 真的要去 篩檢一些 真的有危險性的 可能會隨機殺人的 這個部分 你們要特別的 把它列管 去做最終 其實 以這幾次 台灣的 這些事件 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隱形的 是設在社區裡面 所以這一次我們 透過登格熱市長 到各區裡 去做座談的時候 他也期許說 里長 多 負一些責任 因為他在地 最清楚 如果有一些 比較奇特 他平常可能沒有什麼 出來 那這個可以利用 我們 衛政的單位 或警政的單位 所以本期就建議 你們是不是由 你們這邊來召集 跨客市的 一個小組 來共同 研擬 一套 怎麼來 保護 我們這個 就是讓我們這個社會 這個安全網 破洞的這個部分 把它補起來 讓我們的社會 能夠更安全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是 這個也是 順便也利用 這一次 這個地震的關係 我們在 各個 這個行政區 尤其比較靠近永康附近的幾個行政區 我們會 做一些比較心理正面力量的一些研討 那個衛生局本身 每一年 九月初到十月初 我們一個心理健康月 也是要培養 民眾 在一般人 或者是 特殊族群的人 他一些正上的力量 或一些用一些娛樂治療 或其他的這些運動治療呢 能夠把一些感情做一下 我看 我看目前可能是 藥營的可能 做的比較 弱實一點 因為 有各醫院在 配合 他可能就是 去醫院做治療的話 可能要 有痛爆 有替代療法的問題 對啊 就是 培養痛的治療法 當然 還是有一些漏網之餘 我想 整個制度的一個建議 我想相當相當的重要 這是跨部會 你們衛生局 你剛剛談到的 區公所的一個部分 像 維廉社會人格 有關於這個 警察局的一個部分 我想 還有教育局的一個部分 我想 這個環節相當相當的廣 我想真的 建議 要成立一個 跨部會的一個 這個 處理的一個 小組 來討論這個 共同定義一些機制 或者是辦法 看看 這個要怎麼來追蹤 你這個 這個精神 有疾病的人 他特別有 自殺傾向 或者是殺人傾向的人 自殺也是一個問題的 你看 從汽油跳下來 我一人叫 第四 我們每一年 對自殺防治 是非常在意 從 縣市合併的時候 所謂的農藥自殺 這個 我們有召集所有農藥製造商 販賣商 還有些農民 在獄警那邊 我們有做幾個 做堂會 農藥自殺的 的確是下降很多 後來 燒炭自殺 我們跟消防局 很多合作 包括在 Motel 部分 他如果入住的時候 我們請這個店家呢 不一定 鐵槌門關到石的時候 那個 就是把它稍微打開一點 只要有些煙味 就可以打電話進去了解 所以 有很多的方式 那當然 有一些跳水的 這個包括消防局 會做一些 這個巡邏 等等 我想 對於市民 他只要是有 這個 自殺的念頭 或是嘗試自殺 我們都會做一些 重複的關懷 所以自殺防治 我們這幾年的 成績也算算不錯 假設他有去醫院就醫 醫療院所就醫 他有自殺的一個傾向 那醫療院所會給我們 衛生單位 來做通報嗎 會 我們有自殺 防治跟這個關懷的自治條例 他是全國唯一的 就是說 他是依照他的行政責任 比如說你學校老師 小孩子有自殺的傾向 你如果沒有通報的話 我們會處罰 那第二個 他如果是 他會說我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當然不知道啦 但是如果是 他不是他行政責任 比如說 他網路的人 他跟你告訴你說 他要自殺 他沒有跟我們通報 他就是 非 這個法定應定要通報的人 當然他沒有這個責任 但是我們呼籲 他們就是說 只要有這個傾向的 這個我們自殺防治中心 做這個 這個通報 我們會以一些正面的輔導 相關的一些措施 所以醫療院所 也要通報嗎 醫療院所他如果知道 他就等的時候 他自殺傾向 他一定要通報 所以呢 我們在 衛生所有37個衛生所 你有22個衛生所 是有社心理輔導 他衛療院所通報 給你們這些資料以後 請問一下 你們是 多久就去關懷 這個一樣 就是高度 中度跟輕度 那如果高度的話 我們會去加訪 看他家庭的情形 多久去一次啊 應該是一兩個月 那個幾次的那個 要不要 前報告 我們假如發現 個案是高風險的話 我們會在 兩個禮拜內 要去做家訪 還有 家訪一次就 沒有什麼下 下吻 還是 你持續 會持續 兩個禮拜都去 兩個禮拜都去 對對對 會持續 好那我請問你 那現在 你台南市 像這種高風險 列館有多少人 自殺的嗎 對啊 我們目前列館的 就是從物自殺的 每一年將近有 3000個個案 不用了就算了 好下一位我們請 陸美齊陸議員 時間10分鐘 謝謝主席 來 李局長 我還是要就 垃圾分類的事情 跟你討論一下 剛才我們看到 邱綠綠議員 問你 生廚餘跟 手廚餘 你已經 自己也都分不清楚了 那我現在 他剛才講的是 中西區 因為中西區是委外 所以他是他們的 垃圾隨車人員 那我想問一下 那我們環保局 也是我們的垃圾隨車人員 做這樣的檢查 還是說我們有機查隨車 我這邊 謝謝議員 給我時間做個報告 事實上我們 垃圾車的人員 是不用負責 這個 不用負責 這個什麼破袋機查 或者是 這些工作 他還是做好 他隨車人員的工作 我們是從我們自己 局本部 的機查人員 還有我們 清潔隊本身也有一些 機查人員 分組 這樣來做 這是第一個 跟議員報告 所以 原則上我們都考慮了幾點 第一個 不耽擱垃圾收集的時間 所以我們一定是在 事先先去看看 他的垃圾袋 所謂破袋是打開來看 不是說真的什麼 當然 剛剛 說是 丟在地上 這個如果真的是有這樣 我們就要檢討了 這個 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一定會 責成我們 36個隊長 一定要去要求這個事情 那中西區的檢查 也是由本局在檢查 不是 不是由這個 委託垃圾清潔的人員在檢查 這是 第二點 所以 我們每天都有分組 下去做宣導 那 最後一點再補充報告 生除魚跟熟除魚 其實民眾分不清楚 沒有關係 我們原則上就是 一個要餵豬的 一個要做堆肥的 那這兩個 就算你併在一起 其實 在餵豬的時候 他有經過高壓針阻 整個都碎掉了 整個都融合了 其實那樣的餵豬 也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也會要求 我們的清潔隊 不可以說 是因為怎麼樣的垃圾 就不收 這也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 三十七個區內長 都有在後面 我希望他們聽到以後 回去要督導他們的清潔人員 民眾只要把 廚餘拿出來 我們就要收 而且要放在廚餘桶裡面 不要再去 說這個不能收 那個不能收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的宣導 是三大塊 你只要把垃圾分成 垃圾 資源回收物 跟廚餘 你不要去管 生廚餘熟廚 就廚餘 分 交給我們清潔隊人員 我們就會收 我們現在怕的是說 在你要丟到那個 垃圾車裡面的垃圾 裡面含有瓶瓶罐 或者是含有一包的廚餘 那個我們就會請他拿出來 那剛剛議員也有關心說 我們會不會 很惡質地去告發 我們都是以宣導為主 事先你願意拿出來 就不告發了 我們告發的對象是怎麼樣 我宣導了 我也給你勸導了 你也不聽 你執意要丟 明明有瓶瓶罐罐 你執意要丟到垃圾車 那你一丟 當然公權力就必須不能夠打折 那這個部分在我們這段時間在執行上 其實效果很好的 民眾對我們說 對我們的反應說 對對對你這樣先勸導我 我就知道了 所以 以上跟議員這樣報告 謝謝局長 我想 邱麗麗議員這樣講就表示一定有這樣的事發生 就這個部分如果是你們是自己的稽查人員出去 做的話 那我想你們應該查清楚 這個應該也給民眾要還民眾一個公道 這個部分你真的回去要追查 然後我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丟垃圾我們還是有分 我們有大樓 大樓有些是委外 可是有些是還是 就是大樓的人員就是 像我們自己的大樓 像我自己住的大樓 我們是委 就是請一個清潔工 然後我們大家都會把垃圾拿到我們 固定的地方去丟 然後有清潔工拖到外面等垃圾車來 再處理 可是這樣也會有一個問題發生 如果是 你像如果要開法的話 我們 所有大樓的垃圾全部都丟在裡面 那不曉得誰是誰的 那如果你們真的要開法 你們對象到底是大樓還是個人 那每個你等我問完 那像廚宇的部分啊 因為我看有些 就是有分類的垃圾桶 那我不曉得那個是我們 我們環保局去規定大樓做 還是說是你們勸導之後大樓自己處理 因為我 我看很多大樓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那就這個部分是不是請局長你把它解釋清楚 好 我們 為了要執行這樣一個工作 全台南市304個100戶以上的大樓 集合住宅 我們 幾乎我們自己都有 把桶擺給這些大樓的管理委員會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對這大樓的每一個住戶 所以管理委員會就要選擇一個地點 來做好這個垃圾櫥魚的工作 那這個垃圾櫥魚蒐集的工作做得好 就解決了這個大樓民眾的一個 一個 一個負擔嘛 他不必 他不必再拿出來在那邊等 一般大樓他也不等的民眾也不等的 是由這個保全人員或者是 這個清潔工在 在處理 像我的大樓也是這樣 那我們大樓就貼得很清楚 這兩個櫥魚桶是熟垃圾 這兩個櫥魚桶是深垃圾 那由我們清潔隊 主動另外撥時間去收 所以我們304個大樓就是這樣來的 那是以100戶以上為單位啊 如果小一點的社區咧 但是如果社區只要願意 其實你只要活動中心也願意 我們都願意做 我們是 第一波我們先以304個 100戶以上的 100戶都去不同了 所以如果說譬如說我的社區比較小 我們那有50幾戶 我們只要我們社區裡面願意做 可以來跟你們申請 除魚桶 是這樣嗎 可以 那這個你們要宣導啊 因為很多大樓也不知道 他們有時候 你像我們大樓50幾戶 有時候有申除魚 有時候除魚 然後那個 一帶一帶的也不曉得怎麼處理啊 像這個我覺得 也是要適度的宣導 人家才知道啦 因為你們現在第一個目標是以100戶以上的 現在已經在做了嘛 現在已經在做了嘛 所以量都跑出來 所以大樓也很樂意配合啦 因為同一個也我們提供嘛 收也我們去收嘛 所以 只要住戶只要看清楚就可以了 那另外剛剛議員也有提到說 大樓如果住戶垃圾 沒有分類被查到的話怎麼辦 當然我們就是以管理委員會 我們沒有辦法針對一個個人 可是有很小的人 他並沒有管理委員會啊 那 真的有這樣的大樓啊 可是有 有集中收垃圾嗎 他們還是會固定在 你像比較小的 以前就是那種大樓 五層樓 或許他只有五戶十戶 然後他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放垃圾 是不是這樣 那你要去處理管理委員會 問題是他根本沒有管理委員會啊 那我了解 我們會大概跟這個大樓的 對大樓看一個總是有一個管理人 跟他 跟他我們會跟他接觸 大概是什麼時候大家把垃圾帶拿出來 通常也都是那個時間啦 我們會去做先勸導的工作 如果你們要做事前機查我想像這種沒有所謂沒有管委會的這種大樓 其實還蠻多的啦 坦白講 所以就這個部分其實你們是需要再做加強 我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這個 其實我們這一個月勸討下來 我們發現我們市民是很樂意配合的 除了像 像有的市民因為 太熱心了 他不曉得這個該回收 那個該哪一個垃圾 這個我 其實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是很感激啊 就代表他真的很用心在做這一塊 其實我們台南市的市民每次 只要是環保政策 我想大家都很願意配合來做 大家都也是都做得很開心 我們盡量不要開發單 只是你勸 那個勸導的時間點 還有你們要開始做的時候 真的是要把它弄清楚 好 讓所有的市民可以很了解 那像你們區裡座談去做 那其實有很多像學校的課程 其實你們都可以去做這樣的勸導 其實孩子會去教父母是最快的啦 那個途徑是最快的啦 所以我還是想說你還是從小扎根 然後社區 整個去做那我想這個政策是很好的政策 我想我們台南市會做得很好啦 好 局長你請坐啦 好謝謝 林局長 我想問一下 我們今年的 腸病毒 還有流感 還有登革熱 我想 流感的部分 已經開始在 已經開始在發生了啦 那除了就 學校的部分以外 我們還沒有就其他地方再 做加強一點 我想 因為每一個像流感是一個 比較秋冬的流行季嘛 那四到九月是腸病毒 那這要從很多教育端 就剛才議員講的 教育端開始 所以我們 每一年 會對著腸病毒很多幼兒園的一些負責人 或者是主任 他們會來 送訓 會來重複 那市長也親自到小學 兩家小學 去做宣導腸病毒 就是大家親攜手 不碰眼閉口 相關等等 那目前台南的腸病毒的疫情 跟中央跟我們要求要所謂的警示的 所謂流行法育 我們是還沒有超過啦 就佔差不多 病例的七八成 不過這個還是要小心 因為台東跟桃園 都已經超過他的法育 就是說 有那麼多 他已經都超過他們了 所以這個也是因為 整個台灣都是一個 來來去去 這些縣市 那能繼續努力 我想腸病毒本身就是 以小孩子 三到五歲的 以下的小孩子最多 那重症也都在 這些小朋友身上 所以剛才議員有提到 這個相關的 萬一 因為腸病毒 停課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學校能夠幫忙 然後除了 要教育他們的家人以外 那另外就是說 他如果把他 因為放假一個禮拜 送到安心班 或補習班的時候 也 教育局要通知 衛生局 一起 我們去把他 在這個 停課期間 逗留的空間 也把整個 衛生教育 環境教育 做好 這樣子 我再跟 各位同仁報告一下 我們等一下那個 議員的執行 就到我們林美燕林議員 然後等一下就休息 10分鐘 那現在請林美燕林議員 一個時間10分鐘 感謝主席 環保局長 我想現在 大家在丟垃圾的時候 最關心的 大家都拿到抓地 什麼叫做生除雨 什麼叫做手除雨 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 都在學 大家真的很用功的 在做他的功課 那我在想 你宣導期是到什麼時候 宣導期到4月30號 到4月30號 就到了嘛 到明天知道 現在我們宣導期過後會怎麼樣 宣導局過後 基本上我們還是繼續宣導 宣導加勸導 那我們會幫忙他把這個 如果很明顯看得到的 瓶瓶瓣瓣 好 那如果宣導以後 宣導加勸導以後 第三個步驟要做什麼 宣導以後他就配合嘛 對啦 我知道啦 配合就丟進去就不罰 那你這樣你說 第一期是宣導 第二期是宣導加勸導 第三期就開發了嘛 對不對 要這樣說 要這樣啦 要這樣啦 你跟我說 步驟還是這樣啦 就是要開發了嘛 就是要開發了嘛 最後的目的一定要開發嘛 是不是 是 你剛剛在工作報告 回答我們議員 你有說過說 啊 宣事啊 你孫主義還是首主義 沒關係啦 你如果沒有 你就撈撈出去 我也是要幫你收嘛 你有教育第一線的人 這樣嘛 對不對 你剛剛才說的嘛 對不對 你說不要管啦 你真的不了解的話 也不要管 你就丟進去 我們也照收啦 對不對 欸 這樣有一點誤導呢 你最後是要開發呢 所以喔 你叫大家 沒關係 都撈出去 下去的位 你後來日後 他一樣都是照這麼做的話啦 所以你的說辭 要很明確啦 你不可以在現主席 你只要說的喔 公開講說 啊 你市民啊 如果真的沒有了解 你都撈出去 生的 守的 你只要我撈下去 我們第一線人還是照收啦 你只要告訴我 在第三階段比較開發 所以喔 局長 你一定要很明確啦 教育我們所有的市民 還有一頂 你只要說說 啊 我們就是 只看垃圾袋 然後我們不破袋 現在垃圾袋 也能看出 它是深 裡面是鑽的事 深的處理 還守的處理嘛 所以你只要說 我又不破袋 你只要看垃圾袋 我就覺得說 在執行面 就是覺得很奇怪啦 我沒有說不破袋啦 你剛剛講說不破袋的喔 我們是看到了 如果有假設 你剛剛講說 你要求 你就第一線的人不破袋 你剛剛還講而已喔 你剛剛針對我們議員 還才講這樣子 我們會要求打開袋子啦 所以我的意思講說 局長 你要執行人面的時候 你要很明確的 教育我們市民 教育你們第一線的人 我們的市民 要先來給他們輔導 才好 你這樣短短一個月 去教育所有的 我們的市民 我是覺得時間點太短了 太短了 包括你自己模糊糊糊的情況之下 你是一個執法人員 你自己模糊糊糊的情況之下 我我們的市民 要怎麼 在那麼短的時間 去了解啦 所以我希望說 你的 你的就是 這個階段 教育的這個階段 要拉長 要拉長 好不好 你輔導這個要 教育我們的市民 這個觀念 一定要拉長 不要說很快的 就進到什麼 輔導 然後 然後 欠導 然後第三階段 開發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 跟議員報告 處罰絕對不是我們的目的 對啦 我知道啦 但是你最後 如果真的要走到處罰的情況之下 你的 所有的動作要先做好 對 就是說他都不聽 你不能動不動就要來 把我們處罰啦 沒有啦 我們還是會在當場做啦 所以 你剛剛說的那幾點 我認為你自己也是不了解啦 所以我感覺你要執行面的過程中 你一定要先把 自己先給他們 我們的教育做好 然後我們市民 如何教育他們 這個都要先做好 然後再來做一個就是 執法啦 好不好 那還沒有教育 教育好之前 我們暫緩 不要說 就是執法 我們不會因為 民眾 身熟處理弄錯處罰 這絕對不會 又不會了 剛又要處罰 我這覺得很奇怪 我剛才在說的意思是 你只說我處罰好了 剛剛又說要處罰 我覺得很奇怪 好啦 我這個還沒有 那交易好之前 就是不能開發啦 這樣好不好 好 OK好 那我們衛生局長 我想我們現在的登革樂 真的大家都很緊張啦 而且病例也已經就是 已經有了嘛 提早嘛 提早就是 是3月22號 對啊 因為過28天 比去年 比去年還提早嘛 所以表示說我們整個環境 我們是不是 要先更應該的 去積極做個清查 資深研 是沒有錯 我想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是最重要 你資深研 一定要處理好 所以你的這個部分 一定要跟我們環保局 這邊要好好的配合 室外跟室內 你是不是要說 還有空地 剛剛我去跟局長講 聖明局長 環保局局長講 室外的空地 你一定要好幾個管 尤其我今年看到 有很多去年 我們在電視有說過 現在的空地有的是加強了 有防護網上來了 我們根本看不到裡面 它到底有沒有積水 這個部分 所以你們要去加強一下 那個 我們今天除了在講 我們登革樂以外 局長這邊我也要提醒你 我們 應付 包括我們大家 除了登革樂以外 我們也會得到一個 就是 芝卡 芝卡病毒 因為這都是同種病毒 跟那個 登革樂的病毒一樣 跟病美穩一樣 病美穩一樣 病毒不一樣 病毒是不一樣的 資深也就是 傳染的途徑是一樣的 所以 如果我們一般人 得了登革樂 或者芝卡病毒的 事實上 我們大人還OK 但是如果應付 應付 應付得了登革樂 事實上也已經很危險了 甚至對芝卡病毒的侵入 它會影響到 這個下一代 胎兒 我們的胎兒 小頭症 或者是 爐內 蓋化 對不對 所以這會影響 我們的下一代 在這邊 局長 你如何協助 應付 來面臨 你這麼一個大的危機 因為大家有了小朋友以後 有了胎兒以後 有了一人以後 大家都很期待 有一個新的生命 產 就是誕生 但是在整個過程中 如果讓這個小 就是未來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之下 我想對這個小孩子的未來 甚至對這個家庭而言 都是一大的一個很大的威脅 那你怎麼協助 應付 未來 面臨這麼大的危機呢 我想第一個就是把 現在全世界或台灣相關的疫情 讓這些 所有的市民 那包括 尤其是我們的孕婦 或準備要生小孩子的這些 婦女朋友知道 這是第一點 到國外 就是國外 有要流行這些 疫情 比如說現在巴西 禮越奧運即將來臨 就是盡量不要 禮越疫情 差不多五十幾萬人會去參觀看比賽 那所以我們呼籲國人 不管在我們區域作章會 或是我們的新聞稿 呼籲我們國人 如果 女生 尤其要懷孕 順便要去度蜜月的 最多時間 盡量不要去巴西 因為他有三四千個 這些小頭症的小朋友出生 那我們鄰近的國家 包括我們新加坡 這個 周邊的 這些國家 沒有那麼危險性 因為像我們 他們有沒有疫情 我們台中有一個是境外移入 那現在最主要是在 南美洲附近 或北美會 病例比較多 就是比較偏遠一點的地方 那現在周邊的鄰國 包括新加坡 韓國 這點點泰國 這個部分 有沒有 他們都是從國外 進到他們國內的 所以他們那個 單地那個 那個國家還是有這些疫情 這個都是有這個危險性 都是有危險性 所以我們 這一次 到我們 包括台南機場 還有我們跟 醫師公會 診所協會 還有 尤其是婦產科醫師 他們在小朋友在 除了剛才講說 我們懷孕的孕婦要租以外 他們懷孕以後 因為偶發事件 還是會有小頭症 大家知道 你如果去做產前檢查 會量頭尾 會量你的大腿骨 來換算你的懷孕周數 跟小朋友的體重 那如果發生比較異常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也 拜託婦產科要通報 因為這個是可以利用抽血的方式 去了解他是不是有資卡 那目前 抽血的方式檢驗 只有中央有辦法這個能力去測 所以 我們現在有跟中央請求 這個疾管署 只要是 這個南部 像台南高雄屏東市 登革熱流行疫情 就是埃及班文跟白銜班文 比較多的 地方 應該要協助我們 把一些 除了篩檢登革熱以外 疑似病例 就算他不是登革熱的 我們還是 拜託這個中央有 篩檢 所以在整個資卡病毒裡面 我們希望你做到 是前民的面文的總統 你不要說外面啦 包括我們自己進也是很危險 我們的避免文組織這麼的高 所以我自己也很危險 所以我們前民的面文的動作 包括 你必須要協助準媽媽做 看資卡的環錯措施 這個我們都必須要做 還有你要針對 周邊的鄰國 這些部分 哪邊有發生疫情 你一定要第一時間 再給我一分鐘好不好 好再給一分鐘 變講這個我們責乎旁貸 所以你要把國際人疫情 我們希望說 你如果接著華語 或者說你經過那個 有經過危險期的地方 我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做 這個就是 胎兒的超聲波 超音波 因為依照優生保證法 本來就有在做 我們這次有請婦產科醫師 但是他們現在都智慧嘛 智慧比較多嘛 他有一定的次數啦 還有你要做高階 什麼三滴四滴 那個就要智慧嘛 但是這最重要是 要提醒我們 婦產科的朋友 這些醫師們 他們在看到 疑似發展磁環 那有可能有小頭症的 這個症狀的時候 一定要告訴孕婦 或通報我們 我們會去驗他的血 來確診 他是不是有登革熱 登革熱或者是 芝卡病毒的感染 那好 我是希望說 你如果接著有懷疑的話 在這個智慧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 邊有預算的協助 這個準媽媽 那就做這個 第一時間能夠保觀 我們基本上來講 檢驗的部分 但是超音波的部分 這個因為我不可能說 每一個都讓他做 但是只要 他有需要做 或驗血的部分 這個我們市政府會在負責 他抽血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 謝謝 別的 urgency 可以的 稍責 多準備 我們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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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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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